2014年在笑傲江湖节目现场 孟智超穿着破译阑珊走上舞台 他说自己是童星出身 却没人认得出他演过什么 只有冯小刚试探地问了句 你是演三毛流量剂里的三毛吧 孟智超摘掉帽子 似曾相识的三座头发果然在那里 尴尬的是孟智超曾和宋丹丹演过母子 但在孟智超喊出妈妈之后 宋丹丹还是一脸茫然 孟智超曾经因为拍戏 落下难以启齿的毛病 很长时间没办法出现在观众眼前 他本想通过这档节目再度翻红 但随着宋丹丹一句 你不能永远都演三毛 这个愿望止步于此了 如今的孟智超变成什么样了呢 其实也不怪宋丹丹认不出孟智超来 他和孟智超合作的那部剧水花瓶瓶 如果像《家有儿女》那么红的话 或许宋丹丹和孟智超 也像他和张一山、杨子那么亲密 更何况孟智超本人不红已经很久 那种被众人捧在手心上的滋味 孟智超也是体会过的 在拍《三毛流量记》的时候 孟智超是剧组的重点保护对象 就连吃的盒饭都是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 拍完之后 回到学校的孟智超已经是家喻不小的小明星 学校拉了横幅欢迎小明星归来 校长还特意安排孟智超上台讲话 懵懵懂懂的孟智超收割了一波当演员的红利 刚上三年级的时候就有好几个重点中学积极争取这个小学生 但是这样的优待没有延续很久 其他小朋友并不懂为什么 大人对孟智超总是特别关照 他们有时候会喊孟智超三毛 还会联合起来欺负他 逼他给自己系鞋带 为了这样的事情 孟智超曾和同学打过架 除了打架 孟智超的学习成绩也不太好 据说数学考过十分 这样的成绩很快让他从香薄薄变成老实眼中 拉低全班平均分的差学生 四年后 孟智超就演了三毛流浪记的续集 紧接着 16岁的他在聚宝盆中 饰演了张卫健的弟弟 正是这次演出 让他差点再也当不了演员 后来人们看到的孟智超 其实还是童星里长大后比较好看的一个 只是鲜少有人知道 16岁时 孟智超就因为长时间连假发套 开始脱发 最严重的时候 还在上初中的孟智超 前额有个相当突兀的M字形发际线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化妆师在帮孟智超卸妆的时候 没有把年假发套的地方卸干净 导致孟智超头上的毛囊受损 于是 在同龄人最爱美的时候 孟智超却对自己的头发耿耿于怀 内心十分自卑 后来孟智超考上上海戏剧学院 眼看着从前上艺术培训班时的同班同学孙丽 颜艺宽等美女帅哥 一个个都接到好的剧本 走上人生巅峰 他内心焦急万分 原本是少年成名 这下却变成了高开低走 在孙丽凭借甄嬛传大红大紫的时候 孟智超的人生只剩下两件事 一个是去日本 学影视幕后 另一个就是治疗脱发 当他完成了这两件事 准备东山再起时 却发生了让人无比尴尬的一幕 为了能成功付出 孟智超上笑傲江湖时 选择重现儿时的三毛造型 再次剔光头发 要知道 在这之前 为了治疗年假发留下的脱发问题 孟智超挨了整整三百多针 然而这么卖力的牺牲表现 仍然换来一句否定 孟智超惨遭淘汰 事实上 不但宋丹丹等一众评委 不认可他这种消费情怀的行为 观众也已经无法从那张27岁的脸上 找到一丝童年的印记了 孟智超 接下来的人生又要怎么走呢 当初节目播出后 许多观众都说宋丹丹太现实 但凡台上站的是杨子或者张一山 甚至如果是早已淡出娱乐圈的有泡然 宋丹丹都不至于如此无情 然而宋丹丹说错了 并没有 一个接近儿力之年的男演员 要去表现童年角色的天真无邪 实属有点刻意且做作了 消费情怀并不是可靠的出路 不过在这之后 三毛代表的老上海回忆 还是让孟智超接到了一些 地区综艺节目中露脸的邀请 依靠通告收入 孟智超养活自己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要想回归真正的演员身份 电商独一无二的男一号 还是困难重重 当张一山的电视剧春风时里不如你 成为年度网络爆款的时候 孟智超也接到了网络时代 深来的橄榄枝 但和张一山不一样 孟智超能演上的都是一些 小成本网络电影 播出后也没有逆转局势 总而言之 就是没能再超越自己曾经的巅峰 甚至连半山腰都上不去 在孟智超的个人社交平台上 简介写的还是三毛流浪记演员 内容也基本上都是与三毛 或者三毛流浪记漫画著作 张乐平有关的信息 看到孟智超也经常出席一些 研讨三毛流浪记的活动 这画风是不是很熟悉 让堂主想起了著名的 六小灵童老师和吴承恩 不同的是 孟智超除了三毛 真的没有其他深入人心的角色了 孟智超最近一次为人关注 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 那时候他把和母亲的合照 放到社交平台上 配文依然是和三毛流浪记有关 如今寂寂无名 会不会让孟智超在午夜梦回时 后悔当初演三毛吃过的那些苦 1996年 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 将被搬上荧幕 招聘小演员消息一出 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 把他们的孩子从全国各地送来 具体有多少 孟智超在安徽台 说是6000多个孩子 但和张子峰 张一山一起参加节目时 又说是7000多人 到了笑傲江湖 他直接说有上万个孩子 都参加了海选 据说当时还有家长 直接带了一袋钞票 放在导演面前 说只要让他家孩子演三毛 他就可以投资这部戏 还好导演不被金钱诱惑 果断拒绝了这位财大气粗的家长 千挑万选之后 导演留下了孟智超和另外两个孩子 和三毛一样 孟智超是个地道的上海孩子 他从小就有强烈的表演欲望 无论是平时的家庭聚会 还是跟爸爸妈妈参加婚礼 他都能跑上台去表演一番 父母看到孟智超这么喜欢表演 便给他报了有名的 银都艺术学校 这是一家香港人开的艺术学校 据说创始人当年在香港演戏 被导演臭骂 因此创办了这所学校 希望像培养厨师一样 给演艺行业输送人才 银都创办之初 艺术学校已经遍地开花 但凭借独特的背景 银都还是站稳了脚跟 甚至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届戏主任 都曾经是银都的师资 1994年 香港无限来上海挑演员 结果要的三人都来自银都 三毛流浪记的成功 让孟智超成为当时银都 最有力的招生简章 事实上 当初和孟智超一起留到最后的 另外两个孩子 无论是外形还是资质 都和他差不多 孟智超能够拿下这个角色 印证了那句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导演问 你们谁愿意剃头啊 在另外两个孩子迟疑的时候 孟智超已经举起了手 剃头刀子在孟智超头上 来来回回 不一会儿 一个混着泉沫的小光头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还不算完 除了光头和三左毛 三毛还有个标志性的大蒜鼻 每次做这个大鼻头 孟智超都要憋上 20秒不能呼吸 电视剧拍了七八个月 谁也没想到 这七八个月将会造就 孟智超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然而 虚余的辉煌 并不能延续一生 从小鬼当家里的 麦考利卡尔金 到新乌龙院的 好少闻是小龙 能够红一辈子的童星 简直是凤毛麟角 多少个童星里 才能出来一个张子锋 一个无垒呢 当然 也有小童星 不在延细的道路上 在其他领域 一样闪闪发光 86年 赵新培拍完西游记之后 迷上了计算机 他觉得拍戏没意思 就推掉了所有片约 后来 赵新培从北大 保送中科院 完成朔博联读 堪称 七日同行中 学历最高的一个 89年 琼瑶剧中的小婉君 金明 也是赵新培的校友 当初他放弃 就读艺术类院校的机会 填报志愿时 一口气 全填上了北大 最终 金明如愿 被北大录取 命运会带来人生的起伏 时间对每个人 却是绝对的公平 只是有些人 在不被看见的岁月里 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情 淡然处之 威风一样 毫不吝啬地 亲吻他们的脸颊 我曾踏足山边 也曾坠入谷底 二者都让我 过一两多 旁人看梦志超 是落魄同心 不如从前 你又怎知 他不是带着曾经的光荣 享受如今的平静呢 谷底下